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在土耳其库萨达斯女排锦标赛上 作为土耳其女排联赛的顶级豪门之一 瓦基辅银行女排凭借顽强表现 以二胜一负基7分的成绩摘得冠军 为新赛季开了一个好头 尽管在最后一轮的较量中不敌老对手伊萨奇巴西 但瓦基辅银行依然凭借前两场的胜利和积分上的优势力压对手 收获了新赛季的首座冠军奖杯 据知情人介绍 此次库萨达斯女排锦标赛 吸引了包括土耳其两大豪门瓦基辅银行和伊萨奇巴西在内的四支强队参加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德国禁旅石卫林和土耳其的爱登都会队 经过三天激烈的比拼 瓦基辅银行、伊萨奇巴西和石卫林队 均以二胜一负的战绩结束比赛 最终 瓦基辅银行凭借积分上的优势位列第一 石卫林区居亚军 而伊萨奇巴西和爱登都会分列第三和第四位 在这次锦标赛中 各队实力相当 比赛充满了悬念和波折 瓦基辅银行虽然在最后一轮不敌伊萨奇巴西 但凭借在前两场比赛中积累的优势 他们仍然以七分的成绩拿下冠军 在最后一轮比赛中 瓦基辅银行和伊萨奇巴西 这两大土耳其女排联赛中的豪门上演了一场激烈的五局大战 最终伊萨奇巴西以3比2 21比25 25比20 25比23 22比25 15比13 险胜瓦基辅银行 然而 这场失利并未影响瓦基辅银行夺冠的总局势 因为 他们凭借小分优势依然排在积分榜首位 比赛中 瓦基辅银行虽然在篮网和发球环节表现优异 但在自身失误上出现了较大的问题 特别是 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不如对手 根据技术统计 瓦基辅银行全场比赛送出了32分的失误 而伊萨奇巴西仅送出25分 这也是比赛输掉的关键原因之一 此外 在进攻环节 伊萨奇巴西以56比54略微领先 而瓦基辅银行则在篮网 13比11 和发球14比9 上战局优势 此外 在这场焦点对决中 双方球员表现出色 呈现了一场 技战术高水平的较量 瓦基辅银行方面 范莱克得到全队最高的14分 马尔科瓦贡献13分 基普掌获11分 而小波赛蒂 阿克巴伊和弗兰蒂则各自贡献了10分 此外 德尔亚和希拉分别得到5分 而尤亚尼克也有3分入仗 伊萨奇巴西方面 亚普拉克以19分成为全场的分王 尼克莱蒂紧随其后贡献了18分 斯特瓦诺维奇拿下13分 而杰克则得到了10分 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和双方球员的表现 都为接下来的联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也展现了土耳其女排联赛的高水平竞争力 一些体育媒体评论称 瓦基辅银行是土耳其女排联赛中的顶级豪门之一 近年来一直在国内和国际赛事中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 然而 本赛季的瓦基辅银行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尤其是在球队阵容的调整和磨合上 球队目前在边攻线上的配置较为强大 四大主攻守中除了德尔亚是本土球员外 其他三位 马尔科娃 小波赛蒂和弗兰蒂 都是外援 由于土耳其联赛的外援上场名额限制 瓦基辅银行面临着如何合理分配外援名额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袁星月 这位中国女排的当家复工 自宣布加盟瓦基辅银行以来 备受球迷和媒体关注 然而 至今他仍未出现在球队的阵容中 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 袁星月原计划在八月底前往土耳其与球队会合 但时间已进入九月中旬 新赛季联赛即将开始 他仍未与球队会合 这引发了外界对其能否顺利融入球队的担忧 袁星月目前正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 因学业原因未能提前与瓦基辅银行队伍进行磨合 对于任何一名职业球员来说 赛季前的系统性训练至关重要 特别是当他加盟的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顶级球队时 提前融入球队的打法和战术体系显得尤为关键 袁星月的缺席意味着他不仅无法参与赛季前的集训 也未能与新队友们形成默契 就算袁星月在未来几周内加入瓦基辅银行 他也需要从恢复性训练开始 并逐步适应球队的比赛节奏和战术安排 这种情况下 他争夺主力位置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当前瓦基辅银行的边攻守和副攻线实力强劲 主攻线上已有德尔亚、马尔科娃、波赛蒂和弗兰蒂四人竞争 副攻线也同样竞争激烈 如果德尔亚能够在主攻线上发挥稳定 那么瓦基辅银行的外援名额将更倾向于边攻和其他位置 袁星月的出场机会可能受限 一些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作为中国女排的重要议员 袁星月的实力无庸置疑 然而 能否在瓦基辅银行这样的顶级俱乐部站稳脚跟 并获得主力位置 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他的到来无疑为瓦基辅银行的副攻线增添了更多的选择 但他能否与球队形成默契并在赛季中取得突破 仍需拭目以待 另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落幕 中国女排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周期 在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比赛后 队伍中的许多老将即将迎来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朱婷、刁玲宇、王孟杰、龚翔宇、王元元等球员 已不再是初登赛场的年轻选手 他们大多步入了27、28岁的年龄阶段 职业生涯的下一步变得更加充满挑战 四年后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是否还能看到这些老将的身影 成为了球迷们热议的焦点 据悉 作为中国女排的核心复工 袁新月选择前往土耳其联赛效力 这一决定不仅展现了他对自身能力的信心 也体现了他对职业生涯的高远追求 土耳其女排联赛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联赛之一 吸引了来自全球的顶级球员 袁新月的这一选择既是对自身能力的挑战 也是他继续提升职业水平的重要机会 刘洋不仅意味着球员在竞技层面的提升 还为他们打开了国际化的视野 土耳其联赛的高强度对抗和国际化的训练体系 将为袁新月提供宝贵的经验积累 这对他未来在国家队的表现无疑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他的勇敢尝试也为其他中国女排球员树立了榜样 鼓励更多人走向国际舞台 提升自身的竞技水平 除了袁新月 王云露也选择了刘洋之路 他加盟了俄罗斯女排联赛 相比于土耳其联赛 俄罗斯联赛同样竞争激烈 球员们需要应对极为高强度的比赛 这不仅对王云露的体能和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也为他提供了更多展现自我的平台 俄罗斯排球以力量和高度著称 王云露的加盟意味着他将面临更多挑战 也会在技术和战术层面获得新的经验积累 这一选择不仅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延续 也是他提升个人能力和适应国际化赛事的重要步骤 通过在俄罗斯联赛中的锻炼 他有机会成为中国女排未来的核心力量 此外 作为中国女排的颜值担当 王云云的动向一直备受球迷关注 近期 王云云现身韩国引发了广泛的猜测 许多球迷推测他是否也将加入韩国女排联赛 开启自己的流洋之旅 然而 王云云很快通过社交媒体澄清了这一传闻 他表示 此次前往韩国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 而非职业生涯的转会 据相关体育专业人士评论称 尽管巴黎奥运会后的中国女排面临诸多挑战 但队伍中涌现出的新生代球员 为中国女排的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老将们的引领下 这些年轻球员正在逐渐成长为队伍的中间力量 他们不仅继承了中国女排的光荣传统 也在不断吸收和学习国际排坛的先进理念 未来几年 随着全运会 世界锦标赛 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赛事的到来 中国女排将继续在世界排坛上争夺荣誉 无论是老将的坚持还是新人的崛起 都将为中国女排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周期里 中国女排将继续奋勇前行为国争光 球迷们也期待着 能够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再次看到中国女排站上最高领奖台 续写辉煌历史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 欢迎订阅 。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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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